你有看過冷氣遙控器上那顆寫著法Z的按鈕嗎? 按下去之後 冷氣就會自動調整成最舒適的溫度 學習自動控制的你一定要知道它背後的技術 就是今天要介紹的主角 模糊控制法Z-Control 這次我們要用圖結的方式來帶你了解模糊控制的奧秘 假設我們要判斷一個人算不算年老 在傳統邏輯裡 判斷方式很簡單只有老跟不老兩種選項 代表不是1就是0 但你有沒有發現我們人類在生活中很少這樣說話 我們會說他還蠻年輕的 他看起來已經中年了 他應該很老了 這些說法都帶有模糊性 但卻一點都不讓人困惑 因為這就是我們人類慣用的思考方式 這種帶有灰色地帶的判斷 就是模糊控制的核心概念 它不是只用0或1來判斷 而是可以表示程度 我們可以把年老的程度用0到1的數值來表示 0.2代表只有一點點老 0.5代表感覺老了一半 0.9代表很接近老了 這樣一來電腦也能像人一樣 用更細緻的方式來理解老這件事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模糊控制器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整套系統可以分成四個主要步驟 模糊化 模糊推熱引擎 模糊規則庫 解模糊化 模糊化就是把輸入的精確數值 轉換成模糊羽翼變數程度值 像是把溫度32度 轉成有點熱或非常熱這樣的描述 接著透過模糊推熱引擎 對輸入的羽翼進行判斷與推理 就像是在問如果溫度很高 濕度也很高 那該怎麼辦 然後根據模糊規則庫 把模糊羽翼做推理判斷 例如如果很熱又很濕 那就把風扇開到最大 最後解模糊化 將推論出來的模糊結果 轉換成實際可以執行的數值 像是風速設定成2100轉 現在我有一個溫室農業園區 今天我們必須要用模糊控制 透過溫度、濕度和工業電風扇 來調整溫室的整體舒適狀況 才能養活這些小花 模糊控制的第一步 模糊化 簡單來說 我們要把明確的數字 變成像人類會說的語句 比如把溫度30度轉換成有點熱 把濕度80%轉換成非常潮濕 這些語句在模糊邏輯裡 叫做五億變數 舉個例子 在溫度感受上面 語意值可以分成 冷、適中、熱三種感受 我們以冷這個語意值來做舉例 當氣溫低於26度時 我們會有冷這個感覺 而且在26度到20度之間 是一個逐漸變冷的過渡區 換句話說 冷這個程度也就是隸屬值 會隨著溫度從26度到20度慢慢增加 到了20度以下 這時冷的隸屬值就會是最大的1 就會被認定為 真的好冷 這時我們畫出的圖形 就是冷的模糊集合範圍 接下來我們來定義 室中這個語意值的範圍 我認為最舒適的溫度是26度 在這個溫度下 室中的必屬值就是1 當氣溫低於26度或高於26度時 舒適感會慢慢下降 或設定的範圍是20度到32度之間 這是一個對稱的三角形區間 代表在這個範圍內 越接近26度越舒適 至於熱的定義 我設定是26度以上才會開始覺得熱 在26度到32度之間 熱的感覺會逐漸增加 等到超過32度時 那就是真的很熱了 在這個時候 熱的隸屬值就是1 我們已經把冷、適中、熱 這三種語意變數的範圍都定義好了 並且畫出對應的三角形 接著把三角形範圍寫成集合公式 就可以獲得三種語意值的模糊集合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定義好了 溫度的輸入隸屬函數 假設現在的溫度是24度 它在冷集合中的隸屬值是0.33 在適中集合中的隸屬值是0.67 代表著它在24度時有兩個感受 0.33的冷跟0.67的適中 這個步驟就是所謂的模糊化 現在我們也來定義濕度這個輸入隸屬函數 首先一樣劃分出幾個人類常見的感受範圍 我的定義是這樣的 在40%到60%的濕度區間 最讓人感到舒服 中間的50%是最理想的舒適點 當濕度低於50%時 就會開始覺得有點乾燥 但是低於14%是真的很乾燥 而高於50%之後就會變得逐漸潮濕 高於60%是真的很潮濕 一樣畫出對應的三角形圖形 並且把它寫成模糊集合 接下來我們要來定義輸出的隸屬函數 這邊的輸出就是工業風扇的轉速控制功率 我們一樣將輸出功率分成三個餘一範圍 當功率小於50%時 屬於低風速的範圍 低於20%的時候就是完全的低風速了 中速風的區間是30%到70%之間 中間點50%是我們覺得最標準的中速 當功率超過50%時 就開始進入高風速的範圍 到了80%時就真的是非常強的風速 將這些範圍寫成模糊集合 就完成了輸出功率的隸屬函數 OK 這樣子我們就有了兩組輸入 一組輸出的隸屬函數 我們通常會把每一個模糊集合 取一個簡單的代號 因為我們的隸屬函數比較少 所以只需要三個代號就足夠了 從範圍小到大分別是lmh 那如果是更複雜的模糊控制系統 就會需要更多的代號 這些代號的意思我會列在旁邊 讓大家能夠了解代號所代表的意思 接下來我們要建立模糊規則庫 在日常生活中 人類會根據溫度和濕度 來決定風扇要開多強 模糊控制的邏輯也是一樣的 我們要先把所有可能的狀況列出來 溫度有三種狀態 冷、適中、熱 濕度也有三種狀態 乾燥、舒適、潮濕 所以總共會有九種組合 也就是會產生九條規則 每條規則都採用 如果、那某的邏輯俱勢 重點就在這裡 輸出的結果是我們自己決定的 我們先來看幾個範例 規則一 如果溫度冷而且濕度乾燥 那麼風扇就應該輸出低速風 規則五 如果溫度適中而且濕度舒適 那麼風扇就應該輸出中速風 規則九 如果溫度熱而且濕度潮濕 那麼風扇就應該輸出高速風 其他規則也是依照這個邏輯 以一列出對應的輸出 服務控制器就會根據這些規則 去判斷當前的溫度與濕度 來決定該吹出多翔的風 整個規則表就是根據 我們對環境舒適度的直覺與經驗 做出判斷的 這就是模糊規則庫 要寫得專業一點 就要把規則庫條件語句 和語言變數 定義成下面的表示方式 接著就可以進入模糊推熱引擎 模糊推熱引擎會根據目前的狀況 在模糊規則庫中 找到所有符合條件的規則 然後進行邏輯推理 得到一個模糊輸出的結果 舉例來說 假設目前狀況 溫度是28度 濕度是55% 這時候溫度會同時屬於 適中和熱兩個狀態 適度則會同時屬於 舒適和潮濕兩個狀態 在溫度中 適中的隸屬值是0.67 熱的隸屬值是0.33 在適度中 舒適的隸屬值是0.5 潮濕的隸屬值也是0.5 接著把這些狀態做排列組合後 可以發現規則庫裡 有四條規則會被觸發 把各個輸入的隸屬值跟規則擺在一起 先放在旁邊 等等會用到 接下來要使用推論引擎 來推論出模糊輸出結果 而要使用的公式是最常使用的最小推論工廠 公式裡面的A1跟A2 代表所有輸入條件的隸屬函數 B 代表的是輸出隸屬函數 其中夸號內的算是 要使用模糊推理來運算這個過程 今天要使用的是曼達尼表示法 也是最常用的表示法 接著把所有合適的規則放進來做展開 mini是標準交集的意思 max是標準連擊的意思 所以我們必須把所有的輸入隸屬函數 跟輸出隸屬函數做標準交集後 再把所有的結果做標準連擊 OK 看起來非常的複雜 但是一步一步慢慢拆解 你會發現其實並不難 首先我們把各個輸入的隸屬值代入公式 然後對每一個輸入隸屬值做比較 找出最小的那個 這步驟就是mini標準交集 接著我們要把有重複輸出的表示試刪除 你可以看到其中H重複了 如果同一個輸出出現多次 那就保留最大的隸屬值 因為最終我們要做的是max標準連擊 所以才要保留大的 非常好 接著我們要對各個應對的輸出隸屬函數 做標準交集 因為輸出的漁翼變數中沒有LD速封 所以可以把LD速封給去除 接著濕度0.5要與中速封做標準交集 這個過程就像是用一把刀 把每一個模糊集合水平切除 只留下一個矩形區域 下一個濕度0.5要與高速封做標準交集 重複一樣的動作 接著把這兩個面積做基本連擊 也就是將所有被裁切過的輸出模糊集合 合併成一個總輸出集合 這就是最小推論工廠 所計算出的模糊輸出結果 接著我們要把模糊集合 轉換成一個明確的數值 這個過程就叫做解模糊化 讓我們可以實際輸出控制指令 解模糊化的方式有很多種 今天介紹兩種最常見也最簡單的方式 重心解模化法跟最大直直平均法 重心法是最常見也最直觀的方式 我們要找的就是這個圖形的重心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要的輸出值 如果模糊輸出集合是一個不規則圖形 計算起來會非常麻煩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離散化來簡化計算 接著因為離散化的關係 我們將輸出刻度 如果你想要數值更精確 你就切得更細一點 分母是等於把每個刻度對應的隸屬值 全部加起來 分值是把每一個隸屬值乘以對應刻度值再加起來 這是刻度30%到50%的計算過程 接著用一樣的方式計算刻度50%到70% 還有刻度70%到100% 全部計算完後就是我們的輸出值了 或是你可以使用最大平均法 找出第一個最大的隸屬值刻度 跟最後一個最大的隸屬值刻度 把這兩個刻度的值加起來取平均 得到的數值就是我們的輸出 這種方法非常快速 而且效果通常也接近重心法 最後將解模糊化後的輸出值 輸出到實際裝置 工業電風扇上 這樣整套模糊控制器就完成了 在每一個不同的狀態 模糊控制器會重複以上步驟 來判斷最適合的輸出 所以模糊控制器才能面對各種場合去做調整 這邊再教你一招 如果你想要檢查模糊規則庫有沒有設計錯誤的話 你可以把整個模糊規則庫的輸出結果 畫成一個3D圖形 如果圖形是拼花連續 完整漂亮表示設計正確 但是如果圖形有斷層 不連續有奇怪凹洞 就代表你的模糊規則寫錯或程式錯誤 好了 今天的模糊控制教學就到這邊為止 如果你還想學習更多控制演算法或AI應用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你最想學什麼 喜歡這個教學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